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第二節很高興 多謝YY的貢獻 貢獻出這個紅幕 剛才我們拍攝的時候 因為我們用了燈 很亮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很搞笑 我想問一下就是這個 剛才我們是對著一個 這樣的燈 要張開眼睛 讓燈不停射著 所以有點挑戰性 沒錯 剛剛會不適應 其實紅幕這件事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紅幕 我記得那時候我聽過 貓頭鷹的故事 其實紅幕的發現 早在150年前 是由歐洲一個匈牙利的醫生 去發現這件事 其實當時也是很巧的 因為養一些動物 我們香港人是不會養的 例如是貓頭鷹 因為貓頭鷹的眼睛非常大 很明顯 根本就需要用武器 就可以看到它的眼睛 對 對 那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次的貓頭鷹 就意外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斷了腳 很特別 因為它每天都對著貓頭鷹的眼 它很熟悉 它的眼的形狀 裡面的結構 突然間 在那幾天裡面 眼睛就在六點鐘的位置 就出現了一條很明顯的黑線 嗯 由頭去穿到它的底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以前一直以來 眼睛都是很清很靚 沒有任何的黑點 或者黑線 但是自從那次意外之後 它就突然多了一條黑線 它就推斷 會不會其實眼睛 是我們身體的反射區 就是剛開始的 後來這個技術 就傳到美國 也是由美國很多的醫生 科學家去驗證這件事 其實已經通過過 過數以萬計的流床測試 最近期就來到我們的亞洲區 其實正式來說 在2007年左右 就來到我們中國 所以現在中國 在廣州 或者某些地區的醫院 其實已經有這種技術 去幫人來看 去幫人來預測 身體的問題 嗯 OK 由這個貓頭鷹來 我想問一下一件事 其實我們這個眼 紅膜 它反映我們身體的狀況 它是左眼 會反射右區 右眼反射左區 還是不是的 右眼就是右邊 左眼就是左邊 是不是這樣看的 還是 甚至乎不是這個系統 其實 可以說不是這個系統 哦 OK 因為它 日落有些地方是相似的 比如它左眼看到左腳的位置 右眼看到右腳的位置 但是它是唯獨小得二 它是 左眼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心臟區的位置 嗯 雖然比較特別 哦 左眼看到心臟區 右眼又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哦 哦 OK 其實你看了多少個個個案 這麼多年 其實都 數八個個個案 是嗎 在你幫人看紅膜這個個案 這些經驗中 有什麼有趣的發現 就是紅膜跟我們的生活習慣 或者那個人的健康情況 其實都 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嗯 剛才說過一個個案 是關於這個 長期吸煙 喝酒 那個人 那其實呢 它是 比較上特別的 正眼 因為當你第一次看他的眼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 已經很不舒服 很難看 因為他整個眼 基本上是黑到 連黑點都幾乎看不到 整個眼是乳黑色 紅乳黑色 所以其實都是 比較 特別的一隻眼睛 我曾經看過 嗯 嗯 另外就是 對 一般來說 其實 越年輕的人 通常來說 眼睛真的越清 嗯 因為他真的 毒素含量比較少 嗯 受傷的地方比較少 剛剛我覺得 有些奇妙 因為YY呢 以我的understanding 他已經是很健康的一班了 嗯 就是 調到飲當吹 又沒有粉 那些朋友又算是這樣 我也知道 YY的朋友 都是很健康 很正常的人 是吧 然後他自己又沒有 什麼不良嗜好 但是 咦 原來 反而 反而他的眼 沒有我的眼那麼清 的話 其實 因為我是很刻意地去 營造健康 嘛 而YY也是很時下的年輕人 就是 有份工啦 要 很多事情做啦 又有很多義工 日夜要做 我們相聚又要做 然後 可能都會有趕 趕的時候 就 麥當勞搞定啦 嗯 或者是這個茶餐廳搞定啦 那可能就是每一天 你大部分時間 一個星期 可能沒有兩三餐 你有沒有兩三餐在家吃飯啊 一個月 多 一個星期 多一個 多一個 四五餐 有沒有四餐 有啊 那他已經是一個星期有四五餐在家吃飯 都還是這樣 嗯 什麼都是的 因為你有四五餐在家吃的話 其實你還有 十幾餐 可能是在外面吃的嘛 那所以外面吃完 就變了 就算他那麼健康 娃娃那麼健康的生活習慣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是啊 其實這件事真的 有些無奈我只覺得 沒錯 這件事真的不一定說是 越年輕就一定是越好 這件事真的不一定 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 娃娃那麼年輕 只有二十歲 出頭二十歲多一點 OK 如果是有個人 他本身 還要娃娃經常做運動啊 嗯 很勤力地做運動啊 如果有個年輕人的本身 他有吃煙的習慣 或者他有夜睡的習慣 或者他喜歡大食的 現在很多時下 年輕人都會的嘛 喜歡吃這個 放題啊 走去吃Buffet啊 很喜歡吃這些東西 或者吃宵夜 嗯 或者你多一兩個 看起來無雙大雅的壞習慣 嗯 夜睡啦 很明顯啦 或者喝酒啦 這樣 其實就已經足夠 令到你那個身體是 差的了 其實是的 尤其是夜睡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呢 入口的時候 我們接觸了很多毒素 很多東西會傷害我們身體 其實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 才會進來修復的作用 是 所以一特別夜睡的時候 就停止了很多修復的功能 所以夜睡人的身體 是會極差的 我們不如偷一點時間 來講一下這個夜睡 OK 好啊 因為好像是我和我YYY 我們都是城市人 我最壞的習慣都是夜睡 我就吃很多果吃的 就是很多水果 但是菜吃少了 那我就發現 Kent其實是夜睡 我是說一點 你又說一點 好嗎 據我所知 如果夜睡的話 就是如果你吃多漂亮的營養品 都吸收不到的 對 第二 就是如果你夜睡的話 基本上人的身體 過了十二點 它是會燃燒我們的賀爾蒙 來做燃料的 就是說 Sorry 它不是燃燒你的脂肪 是 身體不會說 哎呀十二點了 很晚了 我們不夠能量 我們燃燒你的脂肪 你就想了 是燃燒我們的賀爾蒙的 所以夜睡的人 很明顯 是殘很多 老很多 皮膚很乾 這樣 那這個我知道 夜睡的兩樣不好處 那你可以補充一下其他 夜睡有什麼不好處 嚇一下我們的觀眾 其實 不是嚇的 是事實 因為我們每一天 我們所吃的所有好的食物 入到我們身體 其實住在肝臟 肝 對 而去到夜晚 當我們休息的時候 其實肝是幫我們進行派發營養 派發營養 對 所以如果不適當休息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吃了幾多好的食物 派不到我們 就是 麻煩 沒有去睡 然後過了門口就走 麻煩 營養沒有了 沒錯 而營養確實是支持 我們身體正常的生存代謝 很多的運作問題 還有就是中和毒素 所以再加上 就是剛才說 夜睡肝臟是用來排毒的 排毒 很明顯 所以就突然不夠時間去休息 沒有效果去盡量排毒 就是說 身體的毒素已經升高了 再加上你營養排不到 中和不到毒素 所以身體是更加加速了 毒上加毒 沒錯 整個變成毒人 沒錯 而且通常夜睡的人 賀爾蒙引起的很多問題 通常會比較明顯些 賀爾蒙引起的問題 其中一件事就是肥 就是身形不漂亮 我聽過 其中一件事是女人很忌忌更年期 就是因為賀爾蒙不平衡 其中一件事很明顯就是 我們女人兩邊的拖肌肉 會突然變成平台 以前年輕的時候身形是這樣的 然後老了 賀爾蒙不平衡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 平台形 就不漂亮 當然也是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食物 其實真的有大量的激素在裡面 嗯 而那些激素 因為是癌風添加的激素 入到我們身體 其實是嚴重混亂 我們自己的 賀爾蒙的平衡 嗯 其中一件事是最併結的 雞 甚至羊 牛 這些都是 現在有大量的激素 為什麼我剛才很有感受 因為在我心目中 YY是一個很健康的年輕人 嗯 嗯 還有身心靈 他都很健康 嗯 但我猜不到 是 我那個眼的圈 當然 我一個人很高興 很厲害 小黑點 但是 其實我一個人就會覺得 哇 其實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嗯 其實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生活壓力 其實是在做很多的傷害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而我們是 不覺得 只不過 很累啊 在哪裡吃東西 麥當當 或者是這個 脆 什麼 很平常 你不會覺得 有什麼大不了 起碼我不是去 吃些什麼 煎炸東西 或者吃些什麼 毒品 我真的去茶餐吃東西 嗯 那已經對身體 是 眼睛已經開始有些黑點 沒錯 嗯 OK 好 我們繼續說一下 剛才我們說完這個夜睡 又回到我們熊磨 在你這幾百個個案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資料 你可以告訴我們 嗯 特別的資料 嗯 或者有趣一點的個案 例如你剛才說過那個人 是 有沒有一些 你去見你 然後看到眼睛 然後發現一些 驚天大秘密 嗯 其實沒有什麼驚天大秘密 只不過 在熊磨區 因為其實 剛才說的是我們的眼睛 是我們身體結構的部分 嗯 所以很多時候呢 它的敏感度是極高的 嗯 很多時候你未曾感覺到的痛楚 其實它已經很明顯顯在上面 嗯 比較明顯一點 其實我經常都會看到 就是 就是室關節的退化 其實在香港的地方是極之普遍 哦 極之普遍 是怎樣的室關節退化 其實室關節退化呢 就是在我們熊磨區的六點鐘的位置 很多時候會出現黑點 或者是黑腺出現 嗯 其實這樣已經是告訴你 其實你的關節 已經是受到退化 我也有一點點 是啊 其實當黑腺越長的時候 其實患者能夠感覺到的機會是要大的 嗯 所以這方面其實是極大的引證 另外呢 就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其實我是中港兩地去 是啊 是啊 其實我發現 中國和香港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咦 有什麼分別呢 雖然我們大家都是黃皮膚 下巴州人 但是呢 在我們香港人的眼睛 紅瓦上面看到的坑洞的位置 是比較特別多的 就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我解釋過就是 其實先天的情況就會出現坑洞的特徵 嗯 就是說香港人竟然在先天性的 就是遺傳上的缺陷 是會比較多一點的 而在中國內地的人 其實出現坑洞的人 是少很多很多的 那原因呢 我可以推斷到的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是比較早進入西方飲食文化 哦 而中國大陸以前很多時候吃都不能吃 他們所吃的東西只能夠吃天然的東西 雖然可能是食物的 即是變成我們叫很貴的自然食物 沒錯沒錯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自然的 真是自己種出來的東西 對 自己磨的那些豆腐啊 豆腐花啊 是的 但是我們就是唯有在超市場 這樣 沒錯 我們吃的加工啊 儲存的食物啊 精製的食物比較多 嗯 他們雖然沒有我們吃得那麼豐富 但因為他們吃的多數都是天然 所以他們遺傳性的缺陷 是少很多很多 反而死慢一點 嗯 我們經常吃罐頭啊 即食文化的人就死快一點 嗯 身體差一點 嗯 也不可能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剛才說 我們先天性的遺傳缺陷 我們香港人比較多 但是問題呢 在後天上的問題呢 其實在中國內地是比較多的 是不是 有沒有很多 例子啊 就是說 譬如他們出現肝臟的黑線 或者黑點 普遍來說比我們香港人還要多 你覺得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內地其實現在 不是現在 其實是最近這十幾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 其實國內的煙酒文化 是厲害我們香港很多很多 所以形成到 他們在通常在肝臟的位置 出現這些黑線黑點 是比較嚴重很多 上面砧酒厲害很多 差很遠 他們砧酒的不是讓你走 哈哈哈哈 是比較特別一點的分別 如果不同省份 會不會還有細分 或者各區的水質污染 因為我知道廣東省 特別廣州 他們的水是挺醜的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水在廣州 是不知怎樣拿上來煲一次 再拿上來再煲一次 所以他們的水是天生很醜的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不同的地區 一定在水質上有不同的 不過在鴻鵝上面 就未必能夠看到這麼仔細的地方 因為其實鴻鵝主要是反射器官的功能 它不能夠識別就是你缺乏什麼維他命 或者含有什麼類型的毒素 其實這一方面是比較上它未必看到的東西 嗯 那好吧 那你可不可以說說一些個案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們以前都很friend 其實都 現在不是現在不friend 是因為現在大家真的很忙忙都很緊要 少了機會可以聊天 那我記得那時候 你給我看過一些 一些很多 很多隻眼 那有些眼 有些人的健康是可以叉到 剛才我們就拿著這個燈 射著眼的 我記得你說過有個個案 有些人可以健康叉到 那個瞳孔是不會跟著光去收拾 或者放大的 嗯 是吧 其實最主要是關係那個人呢 是那個情緒壓力很大 嗯 那會引致到他這方面的功能 是比較上是遲鈍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壓力大到可以令到 但你瞳孔收拾放大 是一個自然反應來的嘛 好光 那就收拾了 好暗 那你就放大 跟貓一樣的嘛 當然我們沒有貓那麼漂亮 收拾 但是 這個不是一個自然的東西來的 就像我們的心臟那樣 它的自然就會崩 但是 有人可以那個身體是差到地步 是 那個瞳孔不擴張 其實就等於 一個人的身層內者一樣 嗯 我們能夠理解到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 其實在不足夠營養的狀態之下 其實他的身層內者會慢一點 嗯 那有些人呢 是他在不足夠營養的狀態之下 他的身層內者會快一點 是 其實我可以這樣理解的 嗯 所以當一個人的體質 其實很決定你的自然反應 都會受到影響 嗯 如果一個人的瞳孔不擴張 不收縮 那就很奇怪了 譬如說 我們在這間屋裡 搭完升降機 到樓下 然後到外面 發現外面很光 那這個瞳孔就會收拾 然後你就會 對於外面的影像 你會收得準一點 或者反過來 你在外面出來 回來 外面很曬 那你的瞳孔會變小 然後你上到裡面 發覺 那個攝影師開燈 然後你開燈 那燈也沒有外面那麼強 那我就會戰戰 那個瞳孔會放大 所以吸多點光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有人可以 這個瞳孔弱到不放大 不縮小 完全匪夷所思 我覺得 其實它又不是完全不縮的 看起來是縮得比較慢一點 和縮的範圍比較細一點 所以很難以觀察 嗯 OK 好了 關於瞳孔 我們做什麼可以說呢 可不可以借那個圖給我 好 好 這個就是 我們這個瞳孔測 OK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譬如說 我初初見到 我以為這個瞳孔 是好像一個火山一樣 是很健康的 嗯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一個很健康的瞳孔 應該是怎樣的 OK 剛才提及過 其實第一件事 我們要看顏色 嗯 如果紅磨區 整體的顏色越清的話 就是帶一點 可能偏土黃色的話 其實是比較健康的 嗯 越深色的話 就是代表你身體隱藏的毒素 是越多的 好像剛才說 全黑這樣 就沒有什麼解釋 沒錯 沒有意見 沒錯 全身都是毒素 對 那第二方面 就是從銅磨的密度 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你會看到一些密度 是很密的 其實你的眼睛也算是很密的 嗯 那有些銅磨是很鬆散的 你看到 好像整個月球表面 嗯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告訴你 一個人的身體 那個修復能力的速度 快與慢 是有關的 哦 越密的話 好像一些絲綢 越密是越好的 是越漂亮的 你看到這麼鬆散的話 就是它的抵抗力 它的修補能力 是比較上是差一點的 嗯 OK 那第三 就是剛才我說的黑點 黑點就是通常黑點 黑線 通常是後天所影響的問題 嗯 那另外就是坑洞 坑洞就是先天性的問題 那其實還有一類 就是我們叫色斑的 那色斑就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一個斑塊 很特別的斑塊位置 它又明明又不是坑洞 又不像黑點 是一個很一塊的 是一塊的 是一塊的 那些呢 其實是我們身體的一些發酵物質 嗯 在我們身體裡面 忍材在某些器官上面 其實都會看到的 嗯 那還有一些呢 似乎這是什麼簡性體質 都可以看到的 是的 那看到簡性 當然看到酸性 沒錯 沒錯 通常也是 比較 軸一點的顏色 亦都是顯示的 通常一般 酸性體質是比較多的 嗯 另外就是說 整個紅毛區的外環 製造皮膚臟包環 就代表你身體 臟包系統 健不健康 多不多 毒素清潔在你的身體裡 哦 OK 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一般來說 如果整個藍包是發黑的話 基本上呢 那個人呢 我們都可以推測到 通常都是不喜歡做運動 也就是很少做運動 嗯 OK 還有 有些人的眼睛 那個白圈那裡 是不是 白內障 還是其實身體是不好的 其實呢 白圈呢 其實我們叫做老花糊 是 老花糊 是的 只是個名字都很難聽 沒錯 其實一聽你就知道 這個很明顯 出現這些情況呢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是出現在大約60歲的人 但是我認識到很多人 四十多五十歲 眼睛已經有個白圈在那裡了 對 其實是不是你的身體很差呢 其實是太早老化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都是太早老化了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以前 我們很多年前聽的時候 好像五六十歲 才有機會有癌症 或者有糖尿病 或者高原症 但是現在我們很普遍看到 30歲 或者二十幾歲 我也見過一些 有糖尿病的情況出現 其實整體 我們的健康 都是下降的 所以令到很多問題 提早出現 提早老化的原因 好了 我們眨眼 第二個二十分鐘 又夠時間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繼續說吧 好看 每天都好 你休息一下 照顧 如果我們那邊吃呢 就要吃什麼 有一點 要吃什麼 還要吃什麼 如果我們去夾 你會吃什麼 都吃什麼 你會吃什麼 你要去吃什麼